万表流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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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书接地气 你看了这牌表 你就知道葡萄牙是怎么来的了 在这些所有的表里边 我最喜欢的表 其实是这款 Royal Navy Deckwatch HS3 皇家海军某件的运用表 我觉得很可能是因为皇家海军用了这个表 所以才导致后来葡萄牙系列的诞生 IWC万国表今天主打的是Horizon Blue 这东西都在攀通色都能查到 葡萄牙万年利 葡萄牙42 就是所谓的菩提 葡萄牙计时 简称菩提 这个是葡萄牙的40毫米小三针 这些版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统一的攀通色Horizon Blue and just thank you for supporting us enjoy tonight have a great job thank you 老师刚才讲大点谁 这个是IWC的CEO 够年轻的吧 也就是这种年轻的心 才能整出这么多富有创意的东西 我手里这款就是今年的新款之一 葡萄牙计时 主要的变化在于这个表盘 跟表盘搭配的这个表蛋 如果是葡萄牙的粉丝的应该知道 这几年葡萄牙这个表蛋 都是一个名牌的Santoni表蛋 这个颜色跟那个潘通色 Horizon Blue相搭配的 机芯应该没什么变化 还是IWC次产的机芯 作为计时机芯呢 它配备了助轮 所以它已经挤身高级计时挤身的行列了 跟我的胡子还挺搭的吧 这是新款的葡萄牙42 Automatic俗称图7 表盘还是这个纪念那种标志性的 Horizon Blue 这个表呢有几点说法呢 它的本身的设计 把这个葡萄牙的这个风格做足了 比如说它后边这个薄皮大馅 一会我们讲一下 再一个呢很重要的一点 如果我不说你肯定看不出来 它的表壳侧面 跟老款的相比呢 这个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一个是呢 侧面表壳的形状变化 再一个呢 它的声耳的间距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纵向表壳间距变化 为什么 我先把问题先放在这儿 别忘了回答 里面有期限 brought on 做一个小小的银匙 在这儿 是的 怎么走呢 我没有解释 Rosa 因为都没有rav计 但是你已经发布了 这下周的银匙 就在发布了 了一部银匙 现在 这是第一次 对吧 对 还有到这儿银匙 这年代表现 银匙 这年代表现 这是在石头银匙 这年代表现 你会有银匙 当中台银匙 嗯 对 由于银匙 因為它的設計盤,你必須延伸延伸的距離距離 並不是只用碳配合,它是設計的設計 讓它延伸,讓它更輕鬆,更輕鬆,更輕鬆 這也是關於設計的問題 它也幫助監督的看法 它是很輕鬆的調整 要保持它的看法和DNA 我認為它是很強的DNA 所以我们就有这些稳定的设计 我们做了这些稳定的设计 让它轻轻 如果你听过我们讲现象体容貌那期的内容的话 应该还记得 现在你用你学到的知识来评判一下这个怎么样 如果你拿一款老款的笔就会发现这个表的表尔的侧面 它更平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IWC的工程师呢 他的一个尝试 他把过去那个比较弯曲下垂的表尔拉平了拉尖了 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避开了现象体容貌 或者用我们的话说它变得更挺 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它的纵向表尔间距变长了 你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品牌公布的细节就是它使用了Double Box 双面蓝宝石镜片啊 这个蓝宝石镜片你仔细看都是隆起的 其实呢它有一个很直接的效果 就是可以让这个中段显得薄一点 中段变薄了以后呢 整个表也会看起来更薄 这就是Double Box 它的用意 可以你分享一些故事 背后这种细节吗 当我们拿到的普通人们 我们想要有更软的监督 更清晰的监督 更清晰的监督 更适合的监督 但我们不能够准备动的移动 我意思说 Peptal Calendar需要的空间 所以想要够用这两个监督 也在背后 所以可以减少的监督 监督的监督 它会比较薄的监督 即使监督的监督 仍然是同样的 这就是目标的监督 让监督更软 封出来 这个就是因为它使用了Double Box 后面那个Peptal Calendar镜片 它最大限度的扩展了这个表背 所以以至于这个机芯 可以就是百分之百的暴露无遗 别说是薄皮大象 我看都快没皮了 很多男人都会喜欢这种配置 这应该可以说是IWC葡萄牙系列 首次配备全钢链带 其他就是都没有变化 当然表盘颜色变得更深了 这是不漆本身自带的一个颜色 关键看这个链带 从视觉上 它也属于这种复合打磨 你看拉丝抛光这种节奏变化 另外问你一下 你觉得链带像不像IWC的那款 这个神了 这是一个减速轮系 它可以确保精密月项 达到4500万年的金融度 这个是永恒力的核心 为什么你发布这一年 这一年 這裡的挑戰是有特別的計劃 有特別的計劃 計劃在組合的計劃 找到正確的計劃 這特別計劃的計劃 約23億元的計劃 帶出一些計劃的計劃 我們有的計劃 我們有的計劃 一邊的計劃很長 很高的位置,但仍然是在某些空间的空间的空间 多少 supercomputers你使用了? 在最终,它不是一个 supercomput,它是比较稳定的 真的,它是在某些空间的空间的空间 因为它是用这个特别的意义的 它是在某些空间的空间的空间 也设计的数据的数据,尺寸,尺寸等等 能够到这个完整的解析的解析 中处的空间,仍然有继续的数据, 中央的数据,最终的数据。 这里我们要做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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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我们要做的数据,数据,数据。 好的。 你明天的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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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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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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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我们看那个精密月像啊,它就是这个的灵魂。 它是4500万年的精密度。 4500万年以后,它的月像误差才只有一天。 这个就是爱丹洲西的永恒利万表。 Eternal perpetual calendar。 发售友都知道 万年粒是一个很经典的 很传统的中表的可达功能 同时很多万年粒也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一般都会在一定时期内 长了一百年 有的都是一百年都不到 它的机械计算就到了极限 这个万年粒就要回厂调整 历史上艾达哥西 其实做出一款很轰动的万年粒 克罗斯先生 他在达芬西上做的万年粒 这款是在葡萄牙上做的永恒粒万表 它的永恒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表 别说有生之年了 就是几代人拥有这款 都不用回厂调整 当然保养力数 它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 格里高利率的历法的计算范畴 所以它就可以叫永恒粒万表 它可以自动识别润月四个世纪年 你想想这多长时间 这是一般的万年粒是无法实现的 do you mean this Portuguese is a trial collection for the old technology and for new technology and the functionality in future I wouldn't say it's a trial collection for novelty we have a quite a broad innovation strategy with quite some different pillars so especially what calendar and movement functionalities yes we do a lot in the portuguese because it fits very well to the portuguese with the whole setup with the form of the portuguese materials for example you will find much more in the pilot pilot range like serratanium like ceramics etc so here we play more this so it's not just focusing on portuguese for innovation so we try to put innovation in all our lines and it depends how it fits in the collection so i would say pilot more materials portuguese more functionalities like calendars chronographs even more or in the other sports collections so it's not just focusing on portuguese for innovation we do innovation wherever we can wherever it fits i think we have spent a marvelous time with you thank you enjoy the fair the rest of the fair thanks very much okay mame the流行的朋友 这位iwc的高层 他也是个车友 现在我请他跟大家说一句话 当然是关于iwc的 inan yeah a great time with monk ability and iwc here and please enjoy our collection our watches thank you very much